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到劳动部竟然是给这样的不负责的答案 而且他竟然完全不知道 到底现在的调查进度到了哪里 到底开罚了几间 他都完全没有办法给出答案 而且就教育部的违法的原则 他也没办法承诺说 他不会为教育部的原则背书 而且可以认同工会的版本的草案 所以我们必须再次来到劳动部 来跟他要一个说法 认同工会的版本 认同工会版本 反对违法原则 认同工会版本 认同工会版本 我们今天来这边 要讲很清楚 这件事情 大家可能都觉得 怎么闹这么久了 怎么同一个问题 我听到一些媒体朋友跟我们说 怎么已经这么久了 还在闹这个问题 跟大家报告 这个问题不出在我们身上 问题出在劳动部身上 出在教育部身上 出在行政院身上 我自己本人个人 我在2012年的暑假 开始到长庚大学 做博士级的助理的工作 我们那个时候就已经向校方提出 为什么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博士级助理 没有任何的劳健保的动作 校方跟我们说 你是兼任的就没有 我说不对啊 在法律上面 劳动部 那时候还是在劳委会 一再说明 不管是专监任 有工作 就应该获得保障啊 我去麦当劳打工也是一样啊 校方说没办法 就是这个样子 在今年5月初的时候 劳保局对于我们高教工会 半年前去年11月到现在的第一个实际的判决的行政处分 那这里非常清楚的写到 劳保局的调查应该 已经这位检举者他已经有失用 他具有劳工的身份 需要去家保相关的劳健保相关的权益 那陈大校方就我所知道 也已经为他这一位检举者个人已经有办理 但是在我们今年6月5号的时候 这是我本人的检举案 我本人的检举案 我自己的身份也是完全一样 是国科会计划的监政助理 那我自己也跟我们前一位同学一样 在校内任职 那其实工作性质非常近视 那身份工作内容几乎是完全一样 但是劳保局在这一个案子上面 他做出的回复呢 却是因为校方认为我没有劳工的身份 校方认为这个工作并不是受校方监督控制的 所以他就认为我们要劳工的身份 那我可以看到这两个案子上面 劳保局的态度非常矛盾的 为什么同样一件事情 两个人的案子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今天来这边 很重要的是要让劳动部以及各位兼任助理知道 在大学里面有非常多的明智的老师 是非常支持兼任助理 要跟校方确认劳固关系 也支持兼任助理全面纳保 我希望劳动部跟今天来的兼任助理同学 都了解到在学校里面有非常多的老师 支持这样子的立场 事实上高教工会从去年9月到劳动部 据名检举以来到现在已经半年了 那这半年来劳动部可以说几乎是毫无作为 那这可以说是一种行政懈怠 那一方面我们看到劳动部的行政懈怠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教育部在那里混水摸鱼 试图的用一些奇奇怪怪的原则跟法案 想要把兼任助理用学习跟实习的名义 把它排除掉 那劳动部在这个时候 也不断的跟教育部在那里一起混水摸鱼 至今还没有对各大专业要求全面家宝 使在校内工作的同学维持一种黑工的状态 但是当教育部推出所谓兼任助理原则的草案时 劳动部几乎忘记了自己是劳工的主管机关 更忘了他们必须要维护劳工权益的义务 我必须再次提醒这里面的官员 劳动基准法精神是尽可能的让全国劳动者们 都能适用这一步法令 而这也是劳动部的职责所在 绝对不是让教育部用一个服务学习的名义 排除了校园内的劳动事实 这样的原则一旦落实 不仅是侵害劳动部的职权 更是将所有诉讼的负担 举证的责任又丢回学生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之前台大校方将助学金办法 修改为奖励金的办法 任意将兼任助理划入除物学习的范畴 进而免除校方作为雇主的责任 而同学们若是要争取自己的应有权利 就必须自行举证 甚至进行诉讼 这样的结果是教育部 与劳动部共同将校内的劳动者 推向更艰困的处境 那我们再麻烦他来到前面 来跟我们讲一下 到底为什么劳动部在 在关于我们的检举 居民检举的行动上面 现在劳动部到底你的程度到哪里了 进行了调查的进度到哪里了 然后为什么现在是用个案认定的方式 来进行回复 而且甚至在同一个城大的校园里面 同样作为国会计划的兼任助理 那为什么会有两个 几乎完全不一样的认定 然后再来第二个是说 针对教育部这样的一个 我们认为是极度违法的原则 那劳动部的立场是什么 那劳动部愿不愿意接受 我们的工会版本 那作为一个劳动主管机关 那怎么样坚守 作为劳动者的基本权益 谢谢我想今天各位同学 大家辛苦了 从这个案子一开始 其实我们劳动部 绝对都是站在我们劳动者 我们站在我们助理的这一边 保障劳工的权益的角度 去处理所有的澄清 那我们劳动部劳保局这边 其实针对所有的澄清案件 其实都已经查处完毕 所有应该依法 家宝 依法改善的部分 我们也请学校 接有依法改善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 有关于 但是所有的 查处的结果当事人都知道 我们都有 那这个部分 非常多当事人都没有得到检举的结果 没有关系 那这个部分我们待会 因为涉及个案的部分 可能我们尊重当事人 个别 我们会 待会我们会针对所有的 我们待会当事人 我们会跟当事人一一做说明 因为你现场的回应 跟我们实际上遇到的状况 是完全相反的啊 那我们觉得这是在提供一个 在我看来是一个欺骗大众的事实 所以我们希望说你还是能够明确的讲说 到底这五十七笔里面 你说如果全部查处完毕 那究竟现在的状况是如何 针对这五十七笔 除了我们目前知道的两笔之外 我们其实只要认定 是一把该家宝的 只要有雇佣关系的 我们全部其他 五十七笔里面有多少笔 认定他们是雇佣关系 你请学校为他们家宝 我先说明一下 我整个说明完毕以后 待会我们再来处理这个案的部分 那另外的部分 其实在处理原则的部分 我这边要说明的是 教育部他是针对要指导学校 其实目前的状况 还要仰赖各个学生 我们的助理很辛苦的 去针对各个别的状况 个案认定 我们会希望说未来 其实由教育部去辅导学校 我们也不希望 大家那么辛苦的去做个案认定 所以教育部是针对辅导学校 未来不要说 学校单方面认定是学习 然后我们助理学生这边认定是雇佣 所以有一个处理原则 但是我这边要强调的是 我们从劳动部从一开始 其实就积极建议教育部 一定要跟工会做协商 那工会的意见 我们也有传达给教育部 在我们强烈的要求下 其实教育部有表达说 会邀请工会一起来参与这个处理原则的讨论 这个他们在教育部没有邀请工会 一起讨论处理原则的前提之下 劳动部是不会认同这份处理原则 反对各案认定 扩大劳动检查 扩大劳动检查 反对各案认定 扩大劳动检查 扩大劳动检查 扩大劳动检查